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他教的佛法是什么 是完整的佛法 是讲到根和干部的佛法 随着他涅槃之后 他的弟子开始分枝分叶 变成大乘小乘 布派佛教 南传佛教 北传佛教 这不就分枝分叶了 枝叶再继续分下 分成小枝小叶 所以你们今天接触的一个佛法 是什么 是末梢佛法 我们通过末梢才能接触佛法 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接触末梢以后 你要学着顺着这个梢去找那个枝 顺着那个枝去找那个大枝 顺着大枝找到树干 顺着树干要找到树根啊 要找到佛法的根啊 佛法的根是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一句话 就是你就是佛 佛就是你 你的真心 那一点光 就是佛 每一个众生 不但我们人类 每一个众生皆有如来种性 那个种子都有 佛的种子都有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证得这个种性 使它开花结果呢 因为 皆以妄想 而且执着妄想 不能证得 什么是妄想 起心动念 就是妄想 心如如不动 就不是妄想 这就像大海 不起风浪 那就是佛 起了风浪 就是妄想 就是泡 一浪高过一浪 所以我们 有了妄想以后 我们有了贪爱 有了称恨 有了愚恥 有了疑惑 有了我慢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我们是被教育坏了的一代 我们在教育中 缺失大量的东西 既然连自己怎么生 怎么死都不知道 那你来到人间 不是白活一场了吗 所以释迦牟尼的 既心是佛 既佛是心 这是我们的根 也就是说我们原本就是佛 就是一点灵光 无染的灵光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 这是佛的根 你在这个地方修学 我们既 虽然现在是大家都在末法里面求 你在哪里求啊 你在正法里面求 释迦牟尼活着 无非就是让你从这儿开始练 开始修 那你今天又回到这个地方去练 回到这个地方去修 你是不是就回到正法源头 回到正根上去修了呢 你修的就不是末法 如果你不知道回到这个根上去修 你即便是在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你也是在末法时代 为什么 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大家都称佛了吗 大家都称菩萨 都称阿罗汉了吗 没有啊 很多以释迦牟尼而修学的弟子 也去堕落了 也去六道轮回了 也没有成就啊 据历史研究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就在古印度那个地方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见过释迦牟尼 还有三分之一的人 听过释迦牟尼的名字 没见到人 还有三分之一的人 连听到释迦牟尼的名字 都没听到过 释迦牟尼活着就是正法吗 释迦牟尼现在不在了就是末法吗 那你看你在哪修 那有的还不修不练呢 连牟尼活着都没有了 连树身都没有啊 说我们这些一教弟子 你真想成就 你回到根上去修 回到哪个根上 回到你的真心里面去 不要在八十里面修 八十里面你修你很难啊 为什么 刚才讲了 我们在五十节生死轮回 是一个大的仓库 这个记忆体是个大仓库 就好比我们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好几层楼啊 里面装了多少书啊 存了多少资料啊 你怎么去检测 你怎么去修炼 所以那没办法修 但是你不要在这个 这么大的阿赖耶什库里修 你只是回到心里面 那个根里面修 只有一本书啊 只有一个法 这个法是什么 就是既心是佛 既佛是心 离八十回到核心 心中去 只有一个心 八十是阿赖耶什 是 第八阿赖耶什是 无数本书啊 数不过了的千万本书啊 你怎么去学啊 到既心是佛这个地方 既佛是心这个地方 只有一本书 实际上还没有那么多 一本书里还有很多字 对吧 实际上它就一个点 连字都没有 叫无字天书 好学吧 所以你需要去找到这个根 找到这个根 我们虽然是 时空是处于在末法时空 我们实际上是在正法中修炼 没有在末法中修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